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都是非常的谨慎呢 对 很小心 今天这个王武强那个选手 比特森 实力还不俗 你看他为 他拳法 腿法和细法 这是王武强碰到的第一个和他打得这么激烈的人 他能够组合的运用就说明这个选手的这个综合实力还是比较强的 对 而且这个比特森战有身高的优势 这是王武强的第27场比赛 全场啊 现在就很安静 就等待王武强爆发的那一刻 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啊 来自 这次来自山东 甚至来自新疆的观众朋友们自觉的组成了这个 这个亲友团为王武强呐喊助威 真是在春运的这种高峰啊 还自己这个组团过来看 尤子可言对王武强的支持 刚才王武强采了一个高难动作 转折在后边 这是一种正灯 比特森的这个战术很对啊 用自己的身高 腿长 臂长 优势 控制王武强 不让他近身 第一局已经倒计时 对 还剩最后的九秒 这是一场正事八经的比赛 这并不是表演 这是一场比赛 每一分每一秒都有被KO的可能 好 人到 好 比特森不单是巴西全国的冠军 而且是美洲的泰拳冠军 有非常强劲的实力 第一局打得很沉稳 双方都没有怎么进攻 而我们刚才在那个中场戏的时候 看到这个篮方选手来自巴西的比特森 他的教练就是在去年参加环球全国的马赛 代表日方出战的巴西的丹尼尔 比特森的头连参加环球全国的马赛 比特森脚软了 看出了他 比特森的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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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下级 慢慢ING 去下级 比特森的下级 来 不需要 去下级 去下级 你看 尽管他身高是1米86 但是非常灵活 王伍祥是1米76 正好差10厘米 年龄两位都是一样 都27岁 现在王伍祥明显在通过这一年的外战之后 自己的防守能力提高了 而且知道控制别的姐 看 这是一种知道对手马上到的气贼 我赶快走 打得非常聪明 这就是在等机会 对 这是非常好的一拳 这一个赢击打得非常好 看来现在王伍祥只要进去就没有问题 现在彼得森一直在控制不让王伍祥进来 这是身高的优势 打得很久 卡住了吗 建场被王伍祥助威的声音刺激比赋 让王伍祥的主尉声音刺激比赋 他在找机会 那么这种机会就是说 当你比特尊 一瞬间进攻的 空档一旦露出来 我马上后手中心就冲上去 又是倒入十秒 这个时候谁都不能掉进去 最终的结果 这是今天晚上的第七场比赛 由中华百姓英雄王红祥迎战巴西的比特森 这是双方的第三局了 红方就是王红祥 蓝方是巴西的比特森 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过于这种注重防守 当然采用了一个低扫腿 这是我上三路不行 我打你下三路 打你下盘 这是一个接嘴的摔 在这个KY比赛当中是没有分数 我们真的期待那一个勇猛进攻的王红祥 这场比赛打得有一点沉闷了 双方都有没有找到最好进攻的那一个点 而且这种好的机会啊 对方的空档都掩盖得非常好 这是一个重拳 这拳很重 现在王红祥采集也是一种游击战手 打一拳就走 对 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位是比特森的教练 但现在比特森在今天比赛当中 他没有任何的这种战术 完全跟着王红祥的比赛 我终于提挡你啊 这王红祥终于找到了这个 对方的一个破绽 可以进攻的一个点 进攻了剩一分钟了 赶攻进去 不要退了 还有一分钟 进攻了 您倒计时 开场最后的九秒钟 八秒 七秒 五秒 时间到 停 走 现在台湾员 仍然在紧张地计算比赛结果 一号台判 三十比二十八 红方胜 二号台判 三十比二十八 红方胜 三号台判 三十比二十九 红方胜 这是王红祥的第二十七场胜利 这次王红祥的第二十七场胜利 二十七下